母乳的脂肪结构 以棕铝酸为主 而这些棕铝酸有70%是位于SN2的位置 一般配方产品的棕铝酸主要位于SN1及SN3位置 经过研究证实 与胃补一般配方的宝宝相比 胃补有SN2棕铝酸配方产品的宝宝 排出的盖造较少 所以排便比较顺畅 SN2棕铝酸也能帮助宝宝对关键营养素的吸收 对于宝宝牙齿骨骼正常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宝宝一岁后要衔接母奶 我建议最好能够选择含有SN2棕铝酸的配方产品